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年来听的最多关于狐狸的词就是狐狸精了 这也算是夸他长得好看吧 有位老爷爷再次偶然的机会救下了一只狐狸 很快七年过去了 小狐狸在见到老人时 一下就认出了这是救命恩人 还亲密的亲吻着老人的脸 据说当时捡到树上的小狐狸 还以为是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老人觉得狗狗可怜 便将它带回家照顾 回家后才发现狗狗的样子有点奇怪 直到一次看到狐狸的照片才恍然大悟 想将它放生野外 毕竟那里才是他的家 可没想到小狐狸又回来了 大概是无法独自在野外生存吧 没办法 老人只好将狐狸送去野生动物管理中心 没想到再次见面17年后了 虽然时隔多年 但狐狸始终记得老人 撒娇式的抱着老爷爷的头 紧紧的挨着老人的脸 似乎说 爷爷 我都以为你忘记我了 周围的人被这场景给感动了 狐狸虽然狡猾 但他们也懂得感恩 但现在人心却变了 小伙伴们是不是也觉得是这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